从民众党团走出来 身旁就跟着至少七位特勤人员 民众党立委吴馨颖升格 全副总统参选人 维安也跟着前面升级 就是这样的阵容 恐怕要面临考验 下礼拜我要代表立法院 与其他的委员去参加COP28 刷代表国会飞到杜拜 参加2023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只是这维安 当然不会随着吴馨颖出国而停摆 如果比较之前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 肖美情返美 至少三个特勤跟着来算 国会议员出访都是搭商务舱 到杜拜的机票一张大约10亿万多 三个特勤至少就要34万 这钱全民买单 而且因为维安团体行程 可能会有影响 这行程得问他 我不能帮他决定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 把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 据了解吴馨颖也担心 劳师动众还在讨论 要不要出席这气候变迁会议 只不过他现在也被点名 在美国出身的他 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现在就被质疑 到底什么时候放弃美国籍的 像我说已经很多年的事情了 这不是我觉得要对外公开的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说立法院基于信任原则 在吴馨颖就任签署国籍切结书后 就没有追查 是不是真的放弃 只是如果真的有问题 柯文哲会不会受影响 无法选下去 中选会只说 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TVBS新闻的旅行为加西台北山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